這兩位是生客多久再合作過這些節目 我想已經有十年了 是嗎? 因為她離開TVB十幾年 所以我們再合體做TVB的節目 是十幾年 這次會不會多一些之前做主播的回憶 我都會有的 因為主要不是那時候工作 那時候我們下班 有很多時候都會一群一起去玩 吃宵夜那些 那我現在做完之後 我都打算一會我們去吃個Tea 我覺得是因為以前新聞主播 是比較端壯一點的 天氣是偏輕鬆一點的 這次令我很舒服的 美食報道也是輕鬆一點的模式 但又要學一下你少少的端壯 沒有了 現在已經沒有了 這次的美食會自己找 還是自己去介紹哪一類型的美食 我們有龐大的團隊出去搜羅 也都歡迎大家可以來我們有一個情報的意思 是的 推介一些餐廳或者推介一些美食給我們 我們也會有同事就是負責出去吃的 其實我就很想做負責出去吃那個人 放你出去 是的 讓那個坐廠這樣 看看有沒有機會 監製給不給 因為他們真的有很多餐廳 除了一些老店 還有一些小店 我都未見過 因為我見過那些食物很厲害 所以他們真的鑽空鑽 我找了很多不同的餐廳 我覺得現在吃都是一個消遣的好方法 所以大家可以找一些熱點去打卡 那會不會 你之前做餐廳呢 會不會都可能一次多 可能看到很多不同的時候 會不會再打算做回餐廳 開餐廳的問題 當然是很嘻虛 是的 我知道做餐飲業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我當時覺得管理 租金 就算想菜式 廚師 真的有很多東西要看 所以我很佩服做餐飲業 真的很困心的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現在換一個角色去幫助我去介紹 或者是令更多人知道他們的努力 我覺得是另一個好像使命一樣 我想是我們平日出去吃餐 就是去那些餐廳吃飯 背後有很多東西都看不到 例如他要管理那些人手 以及好像剛才Ice說的 租金 人工等等 那些東西 我想是一門很難做的生意 或者簡單的一個醬汁 這樣咬出來 他加了什麼醬 或者專門飛去外國學師 我覺得有很多這些故事大家可以看到 那除了有餐飲業之外 你們平日都會不會聊一下 臭小孩那些 那些 對 幸好監製好人 因為我們一等到位就在聊 其實我們今天早上好像第一件事說 就是一見到的時候 第一件事說 咦 你是不是剛剛送完女兒版學 因為大家有兩個小朋友 我兩個小朋友 都差不多 可以分享很多 譬如升學 生活習慣的不同的趣事 還有他大肚的時候 也有來我家吃飯 是啊 很美味的 我們是不是說 我記得 我記得我吃了大閘蟹 到你家裡都好 我好喝 大家千萬不要喝 但我的時候最好吃蟹 但是最重要是開心 那時候 原來我想問 你是不是之前去了北海道旅行 是啊 好像去了很久 不是 去了幾天 因為 週末 都是一家去 我跟我先生去的 那你不跟我們一起去 小朋友要上學 週末 可能連個星期五 星期一 即是速來速去 我們都不會逃學去旅行 好 明白 謝謝